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經濟低迷 亦亡眾多 2023年中國人口銳減 中共不讓看的紀錄片如此打工30年 向中共洩密 美華裔海軍被判囚27個月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中國禁聞 中國經濟衰退 中共加大對各個行業的整肅 民企老闆 上市公司董事長都面臨風險 據不完全統計 2023年至少有78名上市公司董事長或實控人被查 同花順i-fun的數據顯示 截至12月28日2023年 共有138家A股上市公司被證監會立案調查 涉案人員包括公司的高管 控股股東等 其中至少有78人是董事長或實際控制人 被查原因包括信息披露違規 內幕交易 短線交易 欺詐發行 操縱證券期貨市場 行賄或貪污 職務犯罪 挪用資金等 其中信息披露違規是占絕大多數 共有103家上市公司或相關方 因這個理由被立案 董事長或實控人是一家公司的靈魂人物 一旦被調查 就會對公司生產經營產生重大影響 還會對上市公司股價產生衝擊 中共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仍然沒有停止 據明慧網報導統計 2023年至少有6514名法輪功學員被綁架和騷擾 他們中有118人目前下落不明 還有70人被迫離家出走 107人被強制送洗腦班 167人被強制採血 被綁架和騷擾的法輪功學員 有很多是高齡老人 其中80歲以上者共有248人 最年長者94歲 受迫害者中還有很多是社會各界的精英 其中包括84名學校老師、教授、校長 另外中共還搶劫法輪功學員的錢財 2023年至少敲詐勒索現金368萬多元人民幣 非法停發45人的養老金或工資等 接下來請您收看《時事禁聞》 由於中共病毒疫情導致的死亡人數激增 加上中國經濟低迷等多重因素 使年輕人生育意願降低 人口學家推斷 2023年中國的死亡人數將大幅超過出生人數 1月9日路透社報導稱 人口統計學家們估算 由於性別不平等和高昂的育兒未用等 長期存在的問題無法解決 2023年中國的新生兒數量 將低於2022年的956萬 這也意味著中國出生人口將連續第七年下降 續創1949年以來最低水平 中國歷來都是高生育率 就是在中共短短的從1979年80年 再開始強制性搞了個一臺化 結果呢 是這個人口的生育規律為的被破壞掉 所以進入了中國歷史上從來都沒有的空前的危機 就是超低的生育率 人口統計學家們認為 2023年中國發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 是導致中國人口連續銳減的主因 這些重大事件包括 中國經濟遭遇近40年來罕見的全面低迷 青年失業率創歷史新高 許多公務員和白領工資下降 房地產業陷入危機等 由於工人和消費者的減少 中國經濟增長前景正在減弱 而老年人照護和退休福利的成本 為負債累累的地方政府帶來巨大壓力 這些現實的困境加劇了人們對未來的擔憂 導致中國年輕人生育意願進一步下降 另一方面 中共當局在2022年12月 無預警取消清零政策之後 中共病毒橫掃中國 造成疫情海嘯 由此導致的非正常死亡人數俱增 當時網上傳出的大量視頻顯示 中國各地的醫院人滿為患 停尸房爆滿 火葬場外大排長龍 加上醫生面臨壓力 政府要求他們不要將病患的死因 歸類為與COVID-19病毒相關的死亡 這加劇了外界對中共瞞報數據的懷疑 世界衛生組織也曾批評中共少爆死亡人數 人口統計學家預計 2023年中國的死亡人數大幅超過出生人數 目前中共當局仍未對外公布中國2023的人口數據 但美國之音報導說 北京當局將於下週公布人口數據 美國密西根大學的人口學家周韻估計 屆時中共官方為了掩蓋疫情的影響 營造樂觀的氣氛 可能會蓄意低暴2023年的死亡人數 周韻說 在中國人口數據報告不僅是一個人口問題 而且是一個政治問題 一部揭露中國底層農民工悲慘遭遇的紀錄短片 如此打工30年引發廣大民眾共鳴 然而視頻上限不到24小時就被下架 一起來看這部最新鏡片 凌晨四點一大群民工聚集在路口 他們著急的等著 希望今天有工作的機會 不然真的沒錢生活了 儘管不知道未來如何 董桂蘭只能擦乾眼淚忍著 再哭也要活下去 另外一名農民工 54歲的王兆喜這一天幸運的找到臨時工作 坐上車跟著僱主走了 汪先生就沒那麼幸運了 連續一兩個月都找不到臨時工作 1月8日 大陸網易新聞 推出的紀錄短片《如此打工30年》 主要關注了一群合肥農民工 為了生計的真實掙扎 不到12分鐘的視頻 真實呈現中國底層勞工的生存現狀 住在合肥的網友說 身邊的親戚 包括我自己的家庭 或多或少都是他們這個人群中的一員 所以感受格外真實 深圳農民工李先生告訴新唐人記者 深圳也是如此 李先生表示政府政策一變再變 別指望國家養你 如果農民工無依無靠 最後也只能等死 在這裡年輕人都沒工作了 老的更加不要了 基本上都是回家吧 只能回家 以前就是說國家養老 現在基本上不管了 國家哪裡有那麼好養你 不會的 像我這些年紀的打零工 就是做那個聯繫工 我們老闆有時候 也會去找那些做一天 或者幾個小時 都是這樣去內 到處都有 我見過多了 都是兩夫在這裡 男的就做聯繫魚了 就去撿垃圾 因為基本上找不到工作了嘛 去年5月 安徽師範大學副教授 求奉先的一項社會學研究 中國第一代移工 在進城打工近30年後 帶著一身病痛無法退休 養老問題面臨諸多困境 成為了被遺忘的一代 其實這種龐大的農民工 兩億九千多萬 這個是一個非常大的群體 如果這個群體 長期處於這種最底層 過去是想他們年輕 通過自己打工 能改善一些生活 隨著這種經濟的不景氣 隨著這些人的這種老化 他們家庭的問題 其實就整個代表了 中國社會的整體問題 我想這麼大的一個社會問題 那麼這個片子 正好揭露這個問題 這是中共所懼怕的 這部紀錄片受到廣泛關注後 隨即遭到中共當局封殺 中共之所以要進這部短片 是因為這個短片去揭露的這種事實 是現在非常棘手的一個社會問題 中共不知道如何去應對這個社會問題的時候 它怕這個影片在傳播的過程中 形成群體效應 影響到它專制集權統治的這種穩固 尤其大家在看片子當中 在思考這些問題的時候 那麼自然就會找到歸因 網友感嘆 一個窮苦平民講述自己人生歷程 在中國都是禁片 向中共洩密 美華裔海軍被判囚27個月 美國華裔海軍士官趙文恒和魏京超 被指控涉嫌充當中共間諜 1月8日 趙文恒被判刑27個月 美國聯邦檢察官稱 如果魏京超罪名成立 或面臨終身監禁 1月8日 美國海軍士官趙文恒被判刑27個月 罰款5500美元 26歲的趙文恒和23歲的魏京超 在去年8月被指涉嫌替中共從事間諜活動而被捕 檢方指控 駐紮在洛杉磯北部海軍基地的趙文恒 於2021年8月至2023年5月 向中共情報官員提供敏感資料等 獲得1.5萬美元的賄賂 趙文恒承認控罪 還承認使用複雜的加密通訊方法 傳輸訊息 銷毀證據 美國司法部在聲明中說 趙文恒違背了保衛國家的莊嚴誓言 並危及美軍服役人員 司法部將打擊中共 破壞美國國家安全的行為 對此有網民質疑為何只判27個月 換成中國你試試 直接讓它消失 還判什麼刑? 另一名駐加州的海軍士兵魏金超 涉及密謀向中共情報官員發送國防訊息 從中賺1萬至1.5萬美元 如果罪名成立 他可能面臨終身監禁 他就證據市場的檢測中共的這個境界的行業 也不滿意 檢方指控 魏金超2022年2月 在申請規劃為美國公民時 首次接觸中共情報官員 而他的母親鼓勵他與中共合作 聲稱有助於他有朝一日在中共內部工作 旅美時政評論員藍述說 中共長期在美國滲透 很多人對中共的威脅的認識遠遠不足 去年10月29歲的美國陸軍士官施密特被逮捕 他在陸軍服役時 擁有獲取機密和絕密信息的許可權 退役後 他涉嫌聯絡中共安全機構 表明願意提供國防信息 嚴重的這種威脅 吳紹平指出 美國抓捕中共間諜的力度遠遠不夠 還需要加大威懾力度 否則難以抑制中共間諜在美國的活躍和猖狂 早在2020年時任聯邦調查局局長雷透露 FBI在調查2000多個與中共有關的經濟間諜案 同時每10個小時又要針對中共的反情報調查 立一新案件 他指責中共政權是對美國的最大威脅 下期節目 下面我們來關注中國大陸各地民眾維權的情況 中國維權團體疫苗寶寶之家發起人何方美夫婦 因替女兒討說法 雙雙被中共關押多年 三個年幼的孩子被當地公安控制 一個被寄養在農民家 兩個小的則被關在養老院 1月7號 河南西江市徽縣政府一行人 前往浙江何方美的大哥家 駒遍他不識字的老母親 在放棄撫養權文件上按手印 河龍江省大慶市的學生家長 因不滿河南考生高考移民擠佔大慶教育資源 1月10號上千人到市政府門口維權 警察到場維穩 雙方發生激烈飛騷 湖南長沙橫廣國際警員小區 因停車費漲價引發廣大業主不滿 多方協商無果 1月9號晚間 業主們分而集體上街遊行 喊口號抗議 河北唐山65歲的法輪功學員田世盛 遭中共鑑判7年 2020年5月 被非法關押在河北濟東監獄迫害 他在獄中長期遭到虐待 導致身體出現嚴重病態 2023年11月6號突然被濟東監獄保外就醫 由於中共信息封鎖 消息最近才傳出 中共自去年推出新版《反間諜法》後 與各國關係日趨緊張 如今 中共國安部再次宣稱 破獲一起英國秘密情報局 利用第三國人員從事對華間諜活動的案件 引來外界猜疑 根據中共國安部1月8號的說法 被捕的外籍人員黃某某是境外某諮詢機構負責人 2015年英國軍情六處M16與黃某某 建立情報合作關係 此後多次指示他入境中國 為英方蒐集情報 物色人員 供M16策反 據稱黃某某向英方提供中共機密及國家秘密9份 秘密及國家秘密5份 情報3份 中共已對他採取刑事強制措施 不過中共國安部並未交代外界秘密是什麼 也沒有詳細說明黃某某的國籍、年齡、性別 以及他任職的具體諮詢公司 這引起外界猜疑中共指控是否屬實 中共因為他說的含糊其詞 那麼像這件事情外交就很難判斷 它可能更多的是要發成一場外交公事 或者一種宣傳公事、輿論公事 現在國安要向習近平邀功 制成習近平的親信 陳一新當國安部長之後 國安是非常的活躍 各方面都在插手 這兩種可能性都有 曾被中共拘留兩年的英國籍中國問題專家 韓飛龍向媒體表示 這個案子看起來完全是個笑話 這名間諜有一個中國名字 而外界甚至不知道它是什麼國籍 英國外交部告訴天空新聞 不能證實 也不能否認與情報事務有關的指控 值得關注的是 這是中英互相指控間諜活動的最新案例 去年英國警方以違反政府機密法為由 逮捕了兩名英國籍男子 其中一名英國國會研究員 因涉嫌中共間諜活動被捕 因此有觀點認為 這次最新事件可能是中共的報復手段 不僅針對英國去年的指控 也包括對近期西方各國打擊中共間諜的報復 而香港國際關係學者黃偉國 向媒體表示 由於中共很少披露有關內情 因此過去所謂的赦密案 都使外界心聲疑鬥 質疑北京到底是抓間諜還是抓人質 我想這個不排除啊 是情報界的一種報復行為 那當然這時候這個人質 其實我覺得不管是真的間諜 還是只是一個人質 我覺得這兩者都有可能 其實這兩個也互不矛盾的嘛 間諜也可以當人質嘛 去年的英國國會共諜案引發國安憂慮 英國政壇要求當局釐清英中關係 英國前首相特拉斯甚至呼籲政府 藉此事件嚴正考慮 是時候定義中共為國安威脅 大紀元專欄作家王赫表示 目前英國的對華政策走向還不明冷 加上中共的長期滲透 導致英國在抓中共間諜的司法程序上非常緩慢 臺灣國家智庫國防安全研究院中志東博士認為 未來英國應該會延續跟美國不乏一致的態度 繼續對中共去風險 目前尚不清楚英中關係 是否會因這起間諜案再起波瀾 但外界普遍認為 事件將進一步嚇跑在華的外國投資者 大陸民眾說 儘管中共給百姓洗腦 但是人們能分辨善惡 他聲明退出中共組織 來看他的聲明 大陸的李霞說 今天牆內又在到處紀念周恩來 這個只有黨性 毫無人性的中共惡魔貴子手 偽君子 真小人 而提起慈悲為懷 救度眾生 卻慘遭中共迫害的李洪志先生 很多人則仍然是口誅筆伐 冷嘲熱諷 這就是邪惡黨文化黑白顛倒 人鬼顛倒的結果 中共一日不除 我們就一日被洗腦 我知道誰是真正的偽人 誰是真正的魔鬼 特此聲明退黨團隊 站到正義的一邊 好的 觀眾朋友 我們這一期的中國禁聞就到這了 感謝各位的收看 再會